林志杰過去在面對夢想家的比賽裡面兩次得分上探雙位數 那現在必須要靠洋將單打衝撞進去 委會是接下來觀察的焦點 前一場的非法掩護也是造成蠻大的爭議了 馬霍爾跳出來插板得分 個人連續得到四分 洋將不多喔 但是曉夫他的勾設是可以去避開大逼的風阻喔 馬霍爾連得六分 今天的得分人選會比較少喔 對 包夾過來 迫使強身出現傳球失誤 看要不要打一個突破外 馬霍爾跨開第一線防守 阿良外線出手連得五分 這一球投進比賽有感覺慢慢凹回來了 對馬霍爾 阿良 交給馬霍爾 四速度角 用三分來解決問題 對 他還是要先以一個很好的狀況 有點是個人的攻擊習慣 那當然他來到夢想家的打法 可能跟以前在歐洲聯賽是不太一樣的 強身 變成周柏晨 球被干擾了 出現失誤 阿吉搶後一個快攻三分命中 這一球投進之後雙方來到七分差距 這次來說沒有把握住這一個三分空檔 非常可惜 馬霍爾 一樣想打一個直攻 裁判說 這兩分要算的 拍進來 阿布爾 不講理 再上兩分 空檔的把握度是相比在夢想家的弱點 再試一次呢 終於有了 有人對外鋪上來 感覺比較準啊 所以剛剛賴庭恩的防守也算是健攻 哇 但這個籃板弄下來 哇 底角 林俊吉送出了夢想狙擊手的子彈 出手彈到天 夢想家必須把自己的秘重力拿出來 馬霍爾 中距離跳投得 打兩 大逼要下滑也沒有機會 吳冠良 但是 速度角命中三分 哇 還是要看塔 所以現在場上 馬霍爾 突破一樣在面對兩個五號位 所以有機會找到了簡浩 拔球勾進 壓爆 PM 拔球勾出 槍耗 又獲得投籃的機會 哇 一樣的服球掩護 大逼居然能夠回來啊 다시 馬霍爾 進去沒有空間 又全部跳在空中 這是一個M1 哇 這場比賽又重新又回到懸念的狀態啊 因為前面夢想家的外線有投進 所以導致給了馬布爾足夠的空間 去做一對一的單打 然後他撐到了最後一拍 用飛冠用手擺進這一球 我們來看一下 藍底下的戰鬥陀螺被放倒在地 還是找到籃框 前場充滿了勇士隊退防的球員 所以說夢想家也沒有辦法打直攻 兩人的小組搭配 端出空間跳在空中 比賽已經進入到決勝階段 第一把命中 真的是平手喔 對 現在回穩還不晚 兩把都有 雙方回到了 六分差距 卡布爾 現在在空中後仰插板球進 來看一下馬布爾個人的單打 今天他攻下了二十一分 比賽過掉其實都還有吹到犯規的空間 有喔 對 也可以預期 拿完整個消耗喔 全場的壓迫會直接過來 這一次的抄劫非常關鍵 卡布爾擺進兩分 這個選擇付出了 球不用犯規喔 前面這就是 你選擇發 後場 會遇到的問題喔 還是要吹到的 快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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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